欢迎收看小高国评奥运冠军许昕和跳水奥运冠军全红蝉 是一对跨越年龄的好朋友 11月11日深夜 全红蝉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在上海与许昕一家聚会的照片 小红和许昕的两个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自从2020东京奥运会夺冠之后 全红蝉一炮而红 也和很多奥运冠军成为了朋友 而许昕也成为了他的大哥 两人在社交媒体上经常互动 全红蝉夸许昕的歌唱了好听 也不分彼此的找大忙个要东西 兄妹俩十分亲密 11月11日深夜 全红蝉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与许昕一家人在上海聚会的照片 夸奖许昕的两个孩子太可爱了 许昕和妻子姚燕带着一儿一女 和全红蝉合影留念 全红蝉碎位 许昕抱着儿子 姚燕抱着女儿 有王要调侃道 爸爸妈妈和三个孩子 全红蝉和嫂子姚燕带着两个孩子合影 蛇妹似乎倒哭了 蛇哥则是笑容灿烂 姚燕给女儿编辫子 简直长得跟许昕一模一样 许昕的大儿子这些年满五岁了 性格活泼 十分调皮 虽然是第一次见全红蝉 但是丝毫不把她当外人 在全红蝉面前十分自然地跳舞 甚至姜李和带子套在了头上 一顿乱蹦乱跳 也把全红蝉逗得哈哈大笑 全红蝉还抱住了三岁的蛇妹 小家伙赶紧要我妈妈怀里钻 看得出 全红蝉很享受和许昕一家人 团聚的时光 也很喜欢这两个小宝贝 全红蝉发退之后 许昕马上留言写道 自从妹妹出现后 哥哥突然觉得 自己人气下降好多 小红则晒出了许昕的表情包 还是太全面了 对此 王伍们纷纷表示 训练了 妹 圆润了 哈哈哈哈 蝉妹你可爱挖咖咖 与新家还翻天国家队 最全面的两个人见面了 全妹是去了上海 许全面家做客 再顺便去逮住东哥 请吃叉烧肉吗 忽然觉得全红蝉和所有世界冠军 都是好朋友许昕 你也太厉害了吧 2021年跟全红蝉合照 现在又合照 我好羡慕啊 全妹你人脉有点广